正月梅花落,二月桃花红 荣夫缘有素,不必缘春风 这首山居诗是缘代禅诗,色英所写的 正月的时候梅花凋落,二月的时候桃花盛放 荣夫缘有素,一切事物的成败得失 轻旺衰落,冥冥中有它的轨迹 是随因缘祸合而生,亦由因缘分散而灭 絲毫是不可以勉强的 不必缘春风,即是梅花的凌落,与春风无关 因为无论梅花有无存在,春风依旧吹遍大地 梅花本身有祂的荣夫,有祂的生住易灭四上 何必去埋怨春风呢? 佛门有一句解语 除缘消旧业,再不作伸殃 万物的成败得失,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千万不要迷信命运的安排 精云,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 祭心一处,无事不办 只要行者心力强,精进勇猛,不达目的不停 那你必定能够成功的 只要自己揭尽力量,万事成败得失 都是随因缘条件的生灭,而荣夫有素的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前生今世的业力轨迹 好似农夫一样,只要努力耕耘 结果收获有多少,是有赖气候的优劣 环境的变化而定的 当你全力以赴,而尚未成功的时候 不必好似梅花散落一样,埋怨春风 只要收拾好失望的心水,从头再起 检讨失败的原因,再接再来 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再奋斗 前路一定会仍然有曙光 佛经说,万法为心,心能创造万物 相反来说,当你成功了之后 亦不必好似桃花一样,陶醉在春风的沐浴之中 因为正如人是有生老病死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一样,万物都有成衰 所以成功不必沉勉于灿烂的欢乐 而失败,亦不必忧斥于暗淡的惆怅 昔英禅师在他修道的过程之中,有德有失 但他误到一个哲理,一切都是荣夫的安排 而荣夫的安排,并非迷信于命运 而是先进己力,精进勇猛,努力奋斗 然后循住因缘所生发的轨迹,去接受现实 这就是荣夫缘有数,不必怨春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